欢迎来到news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这些剧你都追过了吗?杨子,这位90后小花旦,虽然年纪轻轻, 但已经用他出色的演技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。 从童星出道到现在,他已经参演了60多部影视剧,每部作品都让人印象深刻。 今天,就让我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杨子最好看的衣食部剧,看看你都追过哪些吧? 首先要提的就是《长沙》,这部剧可以说是杨子的代表作之一。 他在剧中饰演胡香香,从少女时期的活泼可爱到成熟之后的端庄大气,都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整部剧情紧凑,人物形象鲜明,让人看得热血沸腾,绝对值得一看。 接下来是《家有儿女》,这部剧可是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时光。 杨子在剧中饰演小雪,与宋丹丹,高亚琳等实力派演员搭档,演绎了一出出温馨有趣的家庭故事。 这部剧不仅搞笑幽默,还充满了正能量,让人在欢笑中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。 当然,还有让杨子和李线大红大紫的亲爱的热爱的。 这部剧讲述了软萌少女童年和热血青年寒伤炎的爱情故事,两人之间的互动甜到掉牙,让人看了直呼过瘾。 杨子在剧中饰演的童年,可爱又聪明,让人忍不住想要抱抱她。 如果你喜欢仙侠剧的话,那就一定不能错过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。 杨子在剧中饰演《花神之女》紧密,与罗云熙饰演的润郁展开了一段虐恋情深。 这部剧的画面精美,特效震撼,剧情跌宕起伏,让人看得如痴如醉。 除此之外,还有《沉香如蟹长相思》等古装剧也值得一看。 杨子在这些剧中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绝美的古装造型,让人眼前一亮。 当然,杨子的现代剧也同样精彩。 《余生请多》指教中他与肖战的甜蜜互动《大驾风尚》中与乔振宇的搞笑标系,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。 杨子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独特的魅力,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,他都能将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。 如果你还没看过他的这些佳作,那就赶快去追剧吧。相信你一定会被他的演技和魅力所征服的。 肖战表情可爱梦回魏无限。在娱乐圈的繁星点点中,肖战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,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与追捧。 最近,一组他可爱的表情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,仿佛那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魏无限又重回眼前。 魏无限,是肖战在古装剧《陈情令》中塑造的经典角色,他自意潇洒,敢爱敢恨,如同烈火中的凤凰,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不灭记忆。 而肖战凭借出色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诠释,为这个角色注入了灵魂与生命力。 在这组表情照片中,肖战展现出了与魏无限截然不同的可爱一面。 他时而嘟嘴卖萌,时而眨眼微笑,每一个动作都仿佛带着一种天真烂漫的童趣。 这些生动的表情让人忍俊不禁,同时也让人感受到肖战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魅力。 图文万粉激励计划。 看到这些照片,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天,与魏无限一同经历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。 肖战将魏无限的灵动与可爱完美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,让我们为之倾倒,为之疯狂。 作为演员,肖战不仅在角色塑造上有着出色的表现,更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了自己真实可爱的一面。 他的这些表情照片,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艺人的专业素养和精湛演技,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真实与可爱。 肖战表情可爱孟回味无限,这不仅是对他精湛演技的肯定与赞美,更是对他独特魅力的认可与追捧。 我们期待着肖战未来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角色和表演,也期待着他能够一直保持这份纯真与可爱, 与我们一起走过更多的时光,创造更多的美好回忆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